刚订婚 男友就报警 说我收高价彩礼 要求退还 我退彩礼退婚 一气呵成 他得知我有百万嫁妆 又报警 说他只要求退彩礼 没要求退婚 我必须跟他领证 我笑死 他如果知道我将来继承的是一座大型农场 会不会疯掉 一 男友报警 说我收了他的高价彩礼 接到警方电话 我一脸猛逼 我和陆斌认识六年 恋爱三年 感情一直很好 我怎么也想不到 订婚刚一个星期 他会因为彩礼报警 在派出所里 我问他 你不愿意给彩礼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他说 我怕你不同意 亲爱的 我是爱你的 我不想因为金钱这些带同臭味的东西 影响了我们的感情 他说的深情款款 帮我们调解的警察叔叔差点笑场 好不容易忍住了 他们受过专业训练 一般情况下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我也好笑 订婚的时候 你痛痛快快给了彩礼 今天去报警 你这叫爱我 你每天吃喝拉撒睡 哪一样不跟同臭味的金钱打交道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 你倒高尚起来了 之前双方父母商量订婚的是 他父母主动提了彩礼 商量结果他们全家都同意 也爽快给了彩礼 现在他却反手一个报警 我真搞不懂他这是什么操作 他解释 我不是不愿意给 是彩礼太高了 你应该知道 现在国家禁止收高价彩礼 我笑了一声 问他 12万6的彩礼 高吗 他反问我不高吗 彩礼应该根据当地的风俗来 我打断他 我跟你说过 我们老家的风俗 彩礼最低是28万8 我只收了你12万6 你还嫌高 那你觉得给多少合适 他说 我们老家的风俗 彩礼最高66万 最低22万2 也有不给彩礼的 之前商量彩礼的时候 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我不想再浪费口舌 拿出手机 那我退给你 当着警察叔叔的面 我把12万6的彩礼钱全部转给他 二 离开派出所后 我将路宾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 然后关机 表面上我风平浪静 事实上 我心里很难过 就算是普通同学 长达六年的相处 也是有感情的 何况是一段投入了全部感情的恋爱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回到家里 我直接上床睡了 晚上熬夜写作 还没有睡醒就去警察局接受调查 我得先补个觉 睡得很不好 梦里全是跟路宾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相处六年 恋爱三年 那些温馨的过往历历在目 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报警 震耳欲聋的敲门声把我惊醒 我爬起来 从包眼看见是同学林瑶 我打开门 他打量着我说 童馨 你没事吧 我摇头 没事啊 那你电话怎么关机 睡觉呢 吓死我了 你和路宾怎么了 他说你生气不理他了 我还没有说话 林瑶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来接了 我在童馨这里 他睡觉呢 电话关机了 他把手机递给我 路宾要跟你说话 我摇头不接 他开了免提 童馨还在生你的气 不接电话 我开了免提 你自己说吧 路宾的声音响起来 宝宝 睡醒了吗 出来吃饭 一会电影要开始了 我 他脑子没病吧 我好笑的说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看电影 他说 我们昨天不是约好的吗 我冷淡的说 我只跟我的男朋友看电影 对啊 我也只跟我的女朋友看电影 快出来吧 三 不知情的林瑶说 我就不该来 来了就被塞嘴狗粮 我向他摇摇头 说 路宾 你是不是有病 我们已经退婚了 我凭什么还要陪你看电影 路宾一副不解的语气 宝宝 你瞎说什么呀 我们哪有退婚 我不耐烦了 退财里就是退婚 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 我不敢相信这是 我认识的那个路宾 他是大三学生 一向聪明 今天怎么像个二傻子 他更认真 宝宝 我真的没要求退婚 我发过誓 会爱你一生一世 我也一定会娶你 我不想再理他 直接挂断 我把手机还给 瞳孔地震的林瑶 讲了情况 他跳起来 什么 他给了彩礼又报警 退了彩礼还想和你结婚 他的脸好大呀 他比我还气愤 拿起手机搭给路宾 骂得他狗血淋头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欣欣爱了你三年 你对得起他吗 他噼里啪啦骂完就挂断了 更麻烦 我点头 你来找我有事吗 阿姨给我打电话呀 说你关机了 我就过来看看 我跟林瑶住在同一个小区 我妈找不到我 就给他打了电话 我赶紧开机 给我妈回电话 我妈说 路宾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不理他 还关机 你们闹什么矛盾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 跟我妈讲太多 也不想让他担心 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 我手机里的微信不断叫 有很多at我的消息 我打开一看 路宾在几个同学群里at我 欣欣 你怎样把我拉黑了 欣欣 快把我加回来 下午我们还要一起看电影 到时候我找不到你 欣欣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别生气好吗 不知情的同学们纷纷打去 叫他跪搓衣板 跪榴莲 见我没有回应 就安静了 却有一个群 很多人反复at我 这个群是路宾建的 群成员以他的老乡为主 有他的发小 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以及他的堂兄弟 堂姐妹 表兄弟 表姐妹等 都是同队的年轻人 但又跟我不熟悉 路宾跟我订婚前 才把我拉进群的 这会儿他在群里挨全体 我老不生气了 大家出来帮我哄哄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挨着我 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女人别那么小心眼吗 就是 女人别斤斤计较 要大肚才可爱 要我说 女人就不能惯着 直接打一顿 看他还敢不敢生气 弟妹 夫妻床头吵架 床尾和 你原谅小斌 嫂子 斌哥这么优秀 你不抓牢 他就被人抢走了 小斌一直很懂事 小姑娘要学着体谅男人 别动不动生气 你给小斌道个歉 认个错 这事就过去了 我本想退群一走了之 但我这性格 哪能让他们如此猖狂 四 我一一爱头回去 女人不能小心眼 你回家问问你妈妈 你姥姥 你奶奶 是不是有人在他们头上拉屎 他们还笑嘻嘻说 好吃 女人要大肚才可爱 你妈妈你姥姥 你奶奶是不是从来不跟人争吵 那他们一定被你爸爸你姥爷 你爷也欺负了一辈子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还夸他们可爱 真是不孝子孙 女人不能惯着 直接打一顿 你妈妈你姥姥 你奶奶被你们家里的男人 打过多少次 对了 你老婆不是在这里吗 来来 晒出你打老婆的视频 让大家看看你有多能耐 我顺便爱好他老婆 姐姐小心一点 这人经常跟陆斌说 他要找机会把你打死 再娶个年轻漂亮的 这人是陆斌的堂哥 之前陆斌跟我讲过他的笑话 说他在外面骂老婆 骂得很厉害 大男子主义十足 但他老婆一声吼 他就会吓破胆 因为他老婆干活很厉害 挣钱也厉害 他是个吃软饭的 每天无所事事 就在群里要舞杨威当键盘下 他老婆很忙 一般情况下不看群 但只要有人at 他就会出来主持正义 我今天第一次at他老婆 那位姐姐马上就出来了 他一顿语音输出 骂得男人狗血淋头 把他祖上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还逼他马上退群 他灰溜溜退出去了 我猜 过一段时间 陆斌又会把他加回来 陆斌at我 童馨 我们年轻人谈事情 能不能不要扯长辈 你还把人家另一半爱扯出来 他们如果离婚了 你不内疚吗 我冷笑 我为什么要内疚 这种没出息的软饭男 就应该让他重叛亲离 孤独终老 我继续找人对 凡是说话难听的 我一个也不放过 我问他们 你们谁家没有女人 谁不是女人生下来的 女人生了你们 养了你们 长大了 你们反而看不起女人 什么事情 不问青红皂白 就责怪女人不懂事 让女人原谅 B女人认错 这就是你们身为一个男人的担当吗 群里没人说话了 五 陆斌又at我 宝宝 你跟我私聊吧 我没有问题解决问题 你为什么把我拉黑 我顿时火冒三丈 你自己做过什么恶心事 不知道吗 还好意思问我 为什么把你拉黑 陆斌辩解 我做错什么了 禁止收高价彩礼 是国家提倡的 我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有人问 你们不是自己恋爱的吗 怎么还要给彩礼 陆斌回答 是自己恋爱的呀 但他爸妈要彩礼 我也不能不给 自己恋爱的还要高价彩礼 有点过分了 另一个说 这说明你们感情不够 才会彩礼来凑 要我说 凡是要高价彩礼的女人 都别娶 让他们当老姑娘娶 过了三十岁 他们就急了 倒贴都要嫁 我问这个人 你们家娶女人 都没有花一分钱彩礼是吗 你妈妈你奶奶 你姥姥都是倒贴嫁进来的 那你是夸你们家的男人有出息 还是骂你们家的女人没有出息 连你母亲和奶奶都敢骂 你真是个不孝的孽障 太哑巴了 路斌又挨抖我 也不是说不能要彩礼 但不应该要高价 我冷笑 十二万六的彩礼 一百多万的赔价 谁高 赔价的事 我本来不打算说 因为那是我准备结婚的时候 送给他的惊喜 现在不结婚了 他也不可能得到这份惊喜了 路斌不相信 你爸妈都是农民 哪里来的百万嫁妆 我没必要告诉你 有个人阴阳怪气的说 既然拿得出一百多万的嫁妆 说明很富裕呀 那何必为难兵哥 我回对 我是结婚 不是扶贫 谁规定 富裕就不能要彩礼 彩礼只是一个态度 连态度都没有 还结什么婚 我们这里没有彩礼的说法 只有乡下人才喜欢要彩礼 越穷越要得多 我估计你家穷的叮当响吧 还拿得出来一百万嫁妆 笑死人了 我打了个 哈哈 一看你就是个 还没有娶着媳妇的光罐 也没有正式工作 挣不到钱 啃老 想媳妇想疯了 自己没本事娶不到 只能在网上扑问女人 想不花一分钱 骗一个傻女孩回去 可惜现在的女孩都聪明了 就算她们不差钱 也要用彩礼来试探你们的真心 陆斌又挨头我 我就知道宝宝是试探我的 我二话没说 就把钱转给你了 还是很大方吧 我晒出我转钱 给她的截图 订婚给了彩礼 随后又报警要回去 这就是你所谓的大方 群里顿时炸了锅 报警 为什么要报警 小斌 彩礼的事可以好好商量 你怎么能报警 你报警 这性质就变了 十二万也不算什么高价彩礼 你报警就过分了 六 看着聊天记录 我好笑 刚才他们纷纷指责我不懂事 不该要高价彩礼 现在又轻一色指责陆斌不该报警 看来 这些人不是没有是非观念 只是他们认定陆斌是个好人 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外人罢了 我又发了一句话 陆斌 我们之间已经完了 别再来烦我 否则我也会报警 然后我退了裙 灵瑶坐在我身边 一直看着我舌战群如 这时候 走我请你吃火锅 陆斌找了我几天 我避而不见 我租的房子 他本来可以随意进来 但我把门反锁了 陆斌在打暑假工 我和灵瑶在写作 我们俩都需要安静 所以我们租在同一个小区的两套房子里 这天 我正在潜心写作的时候 电话响了 是社区警察打来的 他说 童心吗 那个小伙子又报警了 我不解的问 他又要做什么 他说只要求退彩礼 没有要求退婚 你们也有几年的感情了 他要求我来帮你们调解一下 你要不要过来跟他谈谈 我觉得陆斌很无聊 他把警察局当成他自己家开的 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也报警 我说 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那边传来陆斌的声音 宝宝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退婚的话 我们认识六年 交往了三年 我对你怎么样 你应该很清楚 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吧 你无缘无故跟我退婚 我不接受 我回答 之前你对我还算不错 但彩礼这件事 让我看穿了你的人品 他质问 你难道用金钱 来衡量一个人的人品吗 我笑了一声 我以前没有用钱衡量过你的人品吧 但这次 我很庆幸跟你提到了钱 你舍不得给我十二万六的彩礼 我也舍不得给你一百万的嫁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他打断我 你真的要跟我分手 不是已经分了 好 他话锋一转 那我们把账算一下 还有我放在你那里的东西 我也得拿回来 这话倒和我的意义 要分就分得干干净净净 可以 我挂断了 两天后 门铃响起 我看见只有陆斌一个人 开了门 他跨进来就抱我 宝宝 我好想你 我后退一步 甩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陆斌脸上挨个正着 他震惊地看着我 你打我 门外突然跑进来几个人 推嗓着我说 你凭什么打人 凭什么打我弟弟 凭什么打我哥 他们七手八脚把我推进屋里 碰得关了门 两个男人抓着我的肩膀说 弄进去 给他把生米煮成熟饭 只要怀了娃 到时候他不嫁也得嫁 我又惊又怒 气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把我的胳膊抓得越紧 两人还把我的手反在背后 有一个人更是粗暴地 用手掐着我的脖子 我的身体被压得弯成了90度 完全没办法反抗 我喊陆斌 你们想做老师吗 他不在意地说 我们是订了婚的 睡在一起也正常 最多批评教育一顿 两人将我推进卧室 用数据线把我的手绑在背后 再把我扔上床 一个男人说 小斌赶紧跟你媳妇办事 我们在门口守着 另一个过来搜走我的手机 春宵一刻值千金 不能让人打扰你们 两人退出去 并关上了门 陆斌马上将门反锁 转身向床边走来 我瞪着他 你敢碰我 突然 扑通一声 陆斌跪在了床边 我心里震惊了一下 三年前 陆斌向我求婚的时候 同学们都打去说 要跪下求婚才有诚意 他坚持不跪 他说 我从来不喜欢动不动下跪的人 因为膝盖是一个男人的风骨 欣欣也不希望我下跪 不然他反倒看不起我 连结婚都不愿意下跪的人 这时候反倒跪下了 他在搞什么鬼 陆斌看着我说 宝宝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这样做是迫不得已 我不理他 什么迫不得已 谁逼他了 陆斌说 我得了绝症 将不久于认识 绝症 我没看出来他有病 你知道 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 如果我死了 我们家就绝后了 我爸妈希望你给我家生的孩子 继承香火 我好笑 为了逼我上床 连这样的谎言都编出来了 我说 你家继不继承香火 关我屁事 滚 他摇头 我现在不能出去 他们几个都是我爸妈请来的人 我爸妈也言令 我必须让你怀上我的孩子 必须 谁给他们的狗胆 我冷笑 我看你是真的活腻了 爸 他继续说 宝宝 我不想强迫你 我只希望你看在我爸妈 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的份上 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 我反问 你爸妈会强迫你妹妹 给一个要死的男人生孩子吗 他沉了脸 站起来说 童心 这是我跟你的事 别扯上我妹妹 我好笑 你说你爸妈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 现在又觉得我跟你妹妹不一样 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 本来就不一样 我妹妹是亲人 你是我的爱人 所以在你们陆家 亲人是用来保护的 爱人是用来糟蹋的 你舍不得让你妹妹被男人糟蹋 你却想糟蹋我 他改口 好 算我说错了 那你看在我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的份上 帮帮忙行不行 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孩子传宗接代 又不要你的命 我打断他 土地爷爷土地婆婆的年事更高 你是不是还要让我不看僧面看佛面 来道德绑架我 他看我如此强硬 很好你看在我将死的份上 满足我的心愿吧 我不耐烦了 我有什么义务帮你 分手了还死皮了脸 滚 他一脸伤心的说 别说分手这两个字好吗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妻子 你一句分手 我像离了婚一样难过 我打断他 我不难过 我还跟林瑶出去吃火锅庆祝了 欣欣 这三年 我一直拿你当宝贝 那你的宝贝也太廉价了 连十二万六都不值 不 在我心里 你是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你是我心里的无价之宝 那是因为我有百万嫁妆是吧 他的脸色变了变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说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出去 你等会儿再出来 别让他们看出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我被他搞糊涂了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是在骗我 还是骗别人 路斌解开我手上的数据线 打开卧室门出去了 我的手被勒得很疼 我一边活动手腕 一边回头看了一眼衣柜 路斌不会是发现了 我藏在衣柜里的人 才突然离开吧 就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有人喊 童心在家没有 该交物业费了 我跑出去打开门 是两个警察 我们接到报警 说这里有人非法闯入 我指着路斌一伙人 就是他们非法闯入我家 路斌沉了脸 童心 你竟然报警 我报警怎么了 他指责我 多大点事 你这不是浪费警力吗 你为小事报了两次警 难道没有浪费警力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他这么双标 路斌向警察解释 我们没有非法闯入 我跟童心是恋人 闹了一点矛盾 我这几个朋友 是来帮我们劝和的 我好笑 绑架我 逼我跟你上床 想强行让我怀上你的孩子 这叫劝和 警察也说 你们之前不是退婚了吗 你还带人强行进入他家里 这就是非法闯入 还绑架他 全部带走 他们都被带走了 我也去警察局做笔录 我讲述他们掐我的脖子 反绑我的双手 把我和路斌关进卧室 我的手腕 脖子 胳膊上都是瘀青 数据线我也带来了 是他们绑架我的罪证 我也实话实说 路斌没有强迫我 只是求我给他生个孩子 做完笔录 我从派出所出来 门口停了一辆黑色卡焰 车门打开 林瑶招手 童心 快上来 我上车 他问 怎么处理的 我回答 那几个男人 涉嫌非法闯入和绑架 可能会坐牢吧 要看法院怎么判 路斌呢 他没有事 因为是我允许他进来的 路斌也没有对我动手 所以警察只对他批评教育 太便宜他了 按理说 他才是罪魁祸首 我点头 但那几个人都说 不是受他的指使 是他们主动来帮忙的 开车的周辉说 路斌很奇怪 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把童心带进卧室 却又什么都没有做 他还低声下气地求童心 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可不是 林瑶说 我本来还想着 他敢动童心 我就从背后给他一棒 十 我说 他可能发现衣柜里有人 周辉和林瑶就躲在我的衣柜里 周辉跟我们也是老同学 曾经 我们四个是高中学校里 关系非常铁的死党 三年前 周辉和路斌打了一架 他们两个就断了来往 周辉也退出了我们这个小团体 三年没有来往 他今天忽然和林瑶来我家 询问我和路斌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问 林瑶说 路斌为彩礼的是报警 这是真的吗 我说 是真的 他在桌子上捶了一拳 几年没见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苦笑 我跟他天天见 也没有想到 他会为彩礼的事情报警 林瑶说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他退彩礼不退婚 甚至二次报警 要求同心代嫁状 继续嫁给他 他想什么都不付出 白娶一个老婆 周辉很愤怒 太无耻了 可不是 以前真没看出来 他这么空门 我们三个人正聊着 路斌就来了 我想着路斌这段时间的变化太大 会不会还有别的阴谋 让林瑶和周辉先别露面 我把他俩带进卧室 指着衣柜说 你们藏在这里面 我没有喊 你们千万别出来 林瑶点头 他如果要干坏事 我们正好录下证据 周辉一米八的大高个 全在衣柜里必然难受 说不定他动动身子骨的时候 被路斌发现了 应该没有 林瑶说 路斌是个醋坛子 他如果发现衣柜里有人 一定会看个究竟 我想想也是 以前我跟男生说说笑笑 走一段路 路斌都要盘问半天 林瑶又说 刚才周辉急坏了 差点冲出来打架 周辉干大的挠挠头 他们欺负人 我看着他说 不能打架 为这种人进局子不划算 他点头 我不会冲动 我转移话题问 周辉你在哪里实习 回这里呀 林瑶高兴的说 太好了 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 随后的几天 他俩每天都来陪着我 我知道 他们是担心路斌再来使坏 过了几天 路斌果然又来了 我打开门 他和一个女孩站在门口 十一 他说 童馨 我们好好聊聊 我打断他 没什么好聊的 他很严肃的说 今天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如果不珍惜 我们六年的感情 我就跟苏叔在一起了 苏叔就是他身边的女孩 路斌对他多有关照 不过他说 是受苏叔的父母所托 他也把他当妹妹看待的 如果在以前 他这样说 我会吃醋 会跟他吵架 可现在 我的心情毫无波澜 我指着门口 你要么收拾东西 要么滚 好 你别后悔 那个叫苏叔的学妹 站在门口 看着我欲言又止 童馨姐 兵哥 我指着门 你可以去帮他收拾 也可以到外面等 别碍我的眼 他被我吓着了 马上退出去 躲在我视线之外 我冷笑一声 就这点胆子 如果不是我不要陆斌了 他等跟我强 陆斌进屋 看见周辉 愣住了 他马上冲我发火 童馨 难怪你很心抛弃我 原来跟他好上了 认识几年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是水性洋花之人 周辉将桌子一拍 猛然站起来 要来揍陆斌 林瑶把他拉住了 我距离陆斌最近 狠狠给了他一剂耳光 我指着他说 陆斌 你要回彩礼 我退婚 这是两厢情愿的事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你带了新人 来我面前示威 还不信我这里来 男同学做作 再说 我被你恶心了这么久 还不能找个帅哥 来吸吸眼睛 周辉来到我身边说 陆斌 上一次 我把童馨让给你 我以为你会好好珍惜他 可你却如此伤他的心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了 我没有听明白 转头看周辉 林瑶过来说 欣欣 有件事 陆斌一直把你蒙在鼓里 当初他向你表白的那封信 是周辉写的 连他送给你的那枚戒指 都是周辉买的 我愣住了 怎么回事 12 陆斌嚷着说 胡说 那信是我写的 戒指也是我买的 周辉冷笑 那你说说 信里写了些什么 都几年了 谁记得 周辉看着我 低沉的说 童童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你的背影成了我脑海里 一道美丽的风景 你刻苦学习的精神 总是鼓励着我 你脸没思考的侧研 一次又一次 击中我的心房 我想要做你的护花使者 但我不敢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现在我拿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了 我鼓起勇气 给你写这封信 童童 我很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惊呆了 这封信 因为是我收到的 第一封情书 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是童童这个称呼 绝无仅有 后来我还问过陆斌 为什么你现在 不叫我童童了 他说 心心不好听吗 我更喜欢叫你宝宝 因为你是我的无价之宝 那时候我被他的 甜言蜜语诱惑 也就不在意 他为什么 在信上写童童了 陆斌说 这封信是我写好了 让你帮我修改的 你能记住也没什么奇怪 我反问 那你自己写的 为什么不记得了 我后来给你写的情书太多 谁还记得第一封 周辉笑了笑 说 就算这封信是你写的 那枚戒指总是我的 上面有我的记号 我问 什么记号 他回答 戒指上面刻了一圈花纹 那不是普通的花纹 而是大写的拼音字母H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X 我的名字会的首字母是H 你的名字新的首字母是X 带来的戒指 仔细一看 果然是周辉所说的那种图案 我之前知道戒指上有花纹 但着实没有想到 是H和X这两个拼音字母 组合在一起的 我不解的问 为什么你写的信和戒指 会在陆斌手里 13 周辉有些尴尬的说 我那时候自卑 不敢直接给你 陆斌自告奋勇帮我 但他后来跟我说 你抢先向他表白了 他怕伤了你的心 就没有把信和戒指给你 又说他遇到了小偷 他的包被偷了 我的信和戒指也弄丢了 这事还真不能怪我 我当初本来是帮周辉 给你送表白信 但你看了信 根本不问是谁写的 就激动的说你愿意 我来不及准备戒指 只好把周辉的给你戴上 等于借用一下 借用 林瑶打断他鄙视的说 求婚的戒指居然借用 你还好意思说 陆斌辩解 我后来说了给周辉还钱 他自己不要 能怪我吗 他还跟我打一架 我这才明白 三年前他们打架 是因为我 我问周辉 你为什么不在信上落名字 他解释 我本来是打算当面给你的 是了 当面给 自然不用写名字 那你发现我戴的是你定做的戒指 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我和陆斌确定关系后 我拍照晒了朋友圈 拍的只是两只手上戴的戒指 周辉就是这样发现的 因此和陆斌打架 但我猜想 周辉当时一定吃亏了 因为他那时候个子矮小 又瘦弱 周辉苦笑 你那时候很开心 我不想破坏了你的心情 还有自卑心理作祟吧 那时候的陆斌很耀眼 周辉很低调 陆斌又开口 这件事我肯定没有责任 要怪 只能怪周辉没本事 不敢面对面向童心表白 也要怪童心自己不看笔记 或者说你早就暗恋我 一看到我拿出信 就迫不及待表示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有什么责任呢 我是为了帮你们 被迫谈了三年的恋爱 对了 童心 你应该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 和青春损失费吧 这个人的无耻 真的震惊到我了 认识了六年 相爱三年 我像个瞎子一样 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14 周辉突然暴怒 辉拳就要打陆斌 我立马抱住他的胳膊 别动手 为这种垃圾不值得 我不想让他因为打陆斌进居留所 他努力平息怒气 童心 你别担心 我不会龙莽 林药说 陆斌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失败吗 因为这就是你的报应 童心戴了三年的戒指 是周辉定做的 说明他们才是有缘人 你这三年对童心发过不少是吧 以后走路小心一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到报应了 陆斌说 你不用吓我 我不怕诅咒 童心来算算账 我问 算什么 这三年 我给你花了不少钱 我打断他 你不是有记账吗 把账本拿出来算算 不就知道了 他真的拿出了账本 三年时间 所有节日和生日 他给我买的礼物 花了的钱 和我给他买的几乎持平 他多花了四百八 我退给他 他收了钱 提着行李往门口走 我拦住 戒指是一对 把你的没拿出来 那是周辉的东西 我不能让他落在这个垃圾手里 陆斌兴性性的摘下戒指 你还偷来戴了三年 你连破戒指都买不起 他嘲笑我 你不也买不起 你要彩礼 不就是想依靠嫁人一夜暴富 还百万嫁妆 你以为我真会相信 童心 我告诉你 周辉也不可能给你彩礼 他家穷的叮当响 这对戒指 还是他打了三年 暑假公传的钱买的 你说他拿得出来 十二万彩礼吗 我笑笑 那让你失望了 我不会要他一分钱彩礼 周辉说 彩礼还是应该给的 我了解过了 你们老家的彩礼 最低是二十八万八 我也拿不出多少 就翻一倍吧 陆斌的眼睛瞪大了 我以为周辉是帮我气陆斌的 笑着说 行 既然你这么大方 那我就带着我家的农场嫁给你 林瑶也笑道 周辉 你不知道吧 童心家有一座大型农场 价值几个亿 是吗 周辉笑着说 原来童心的身价这么高 林瑶说 你的身价也不低呀 上市公司未来继承人 我挖了一声 一脸崇拜 陆斌鄙视的说 吹吧 我信你们才怪 十五 把陆斌赶走后 我闷闷不乐 周辉问 童童还在生气 这称呼让我心里一颤 我忽然想起 当初把他的表白信 反来复去看的时候 我很希望陆斌能叫我一声童童 现在这一声童童 让我有种久违了的感动 我摇头说 我真是不长眼睛 跟这么一个东西交往了三年 那不是你的错 他安慰我 只能说 陆斌太讳言了 我把和陆斌分手的事 告诉了我父母 得知缘由 我妈很内疚 因为当初她非常看好陆斌 也是她怂恿我 答应陆斌的求婚的 高中三年 我妈在我面前 夸她夸得太多了 我和陆斌是高一认识的 那时候我们做前后桌 她经常用笔戳我的背 童心 这道题你做出来没有 从讨论作业题开始 我们渐渐熟悉起来 我的同桌是林瑶 陆斌的同桌是周辉 我们四个人 经常为一道题 讨论的热火朝天 高中的时候 在学校食堂买饭 像打仗 人太多 女生挤不过男生 只能排在后面 有时候自己喜欢的菜卖光了 特别懊恼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陆斌和周辉 开始帮我们抢饭抢菜 于是每顿我们都能吃上 自己喜欢的菜了 陆斌用钱相当有计划 我们四个人的伙食费 由她统一保管 每一笔开支 她都写得清清楚楚 别的同学前半个月吃猪食 后半个月吃鸡食 我们四个人 一个月的伙食都很均匀 我爸妈知道后 夸她会过日子 让我向她学习 我们一路冲刺 冲进考场 冲进大学的校门 然而谁能想到 三年后 她会为了退彩礼报警 16 周辉告诉我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她本来想跟我填同一所大学 但因为我拒绝了她 她深受打击 就去了外地上大学 一去三年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现在她又回到本城来实习了 三年不见 她长高了许多 也帅气了 我打趣地问她 有很多女生追你吧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 不知道 我只喜欢你 她比三年前有了勇气 敢直接向我表白了 我和周辉正式开始交往 她不像路斌那样 爱说甜言蜜语 但她对我的爱 体现在很多琐碎的小事上 她知道我熬夜 晚上会过来 帮我准备一点夜宵 早上她来帮我准备好早餐 等我睡醒了起来吃 她会帮我洗衣服 拖地 她买菜 会忽然买一小树枝子花 用瓶子养着 放在我的树桌上 花香醉人 或者买一只玫瑰 用嘴巴含着地给我 以前 我以为和路斌那样的交往 就是爱情 现在才发现 爱情可能有很多种表达方式 但我喜欢的 还是周辉这种 她不甜言蜜语 也不轰轰烈烈 却在日常相处中 一点一滴渗透进我的心田 让我和她待在一起的时候 感到安心又舒适 其实 我很心疼周辉 心疼她打工三年传的钱 给我买的戒指 却被路斌骗走 心疼她爱我爱得那么卑微 心疼她现在对我都爱得小心翼翼 怕我受到一点点伤害 她用一切她觉得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 我感恩遇见她 也想弥补我们错过的这三年 周辉花钱不记账 也不会计划着用每一分钱 但她也不会铺账浪费 她也不要我的钱 她说 我能赚钱养你 路斌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哪怕只假装说说 我妈开始还对周辉不放心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她点了头 她比姓陆的可靠 一年后 我们大学毕业 直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